91、大公報 美元走強新興市場遭殃 2015年7月20日國際經濟A-19 大公報信 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表明加息將至 意味聯儲局將要結束其漫長超低息政策 展開2006年內首個加息週期 經濟員認為 美國加息之下 將會出現贏家與輸家 彭博引述副國銀行私人銀行投資經理說 此乃益重大轉折點 低廉資金時代即要告中 經濟員相信美國加息 環球股市和保險公司都是贏家 RBC 外匯策略員認為 聯儲局加息 美元匯價升值 而加息後美元仍會進一步上揚 換言之 美國資產回報向好 投資級引力大增 當聯儲局開始加息週期 美元進一步轉強 美國對亞洲和歐洲貨品需求隨之攀升 這有助歐洲和亞洲地區企業盈利增長 霸零資產管理分析員認為 美國股市有望再上 銀行股備受看好 因為銀行貸款業務利潤更多 險企收益多保險公司時加息贏家之一 保險公司的客戶保費用已投資 因而最不喜歡接近零離利率政策 美國財產保險公司目前平均以年計投資資息為3.1離 此惠約五十年來最低水平 惠如分析員認為 除巴 皮 儲局加息 情況將會漸漸改善 至於聯儲局加息的輸家 經濟源相信是新興市場 企業融資和美國聯邦預算 近數月以來 美國企業趁聯儲局加息前風狂借錢融資 協助回購股票和派發股息 值此加強公司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不過 分析員料除柴 企業低息融資優勢將消失 企業管理層必須重新返回最基本位 想辦法推動業職 在加息後 美國無可避免需要支付更高利息開支 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期 一旦加息展開 未來十年美國政府支付的利息開支 可能增加2.9萬億美元 美國加息後 新興市場日子必更難 特別是巴西 土耳其 南非 這些新興經濟體資金進一步流走 回流至美國 投資經理預先警告 今年稍後時間 投資者將再度感受外匯市場緊張氣氛 稍後時間 投資者將會進行 祝福 五文明星年齡 福吉尾